大家好 我是徐明哲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那么今天台股盘中 创了一个波段新高 来到了9100点 那么9100点 对各位投资朋友的意义 我相信应该很多人会认为 在这边指数既然创高了 那么下个礼拜 行情应该要非常的热闹 但是如果你把今天台股的结构 拆开来看 今天盘面上面 几乎是因为 那么英国还要持续的QE 那么基金在涌进雅谷的情况之下 那么台湾变成比较受注目的标的 那么当然9000点之上 外资狂买了1000亿 到后面会怎么走 下个礼拜值得期待 因为就今天类股的状况来看 今天台股涨了0.74% 创下波段新高 当然你盘面上面看起来 除了观光 除了声音 除了纺织之外 几乎其他的类股 我们讲八大类股奇洋 那是早期的说法 现在不止八大类股 那么在类股奇洋的情况之下 今天几乎呈现很平均的上涨 但是如果你把结构给看好 那么今天当然台积电加大力光 非常的强势 每次讲到这两档股票 后面紧接的就是要去观察 那么其他相关的股票 有没有带上来 但是就目前的财报来看 你今天应该听到很多 有关于苹果干练股的利空消息 那么一公布营收 丑媳妇总要见公婆 对不对 5264的F凯胜 今天公布营收 其实对我来讲不意外 Q2的EPS碳低点 创历史性低 挂白性低 对不对 那么下半年要不要反弹 很多人认为 见底了就是要反弹 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 短弹如果不够强劲 那后面它还是会在破底 我先跟大家这样子讲 因为操作上面 我们一直强调的 指数涨 如果你的股票是 破线 破底 弱势 那么你更要小心 台股创高 量能放大 是你的敌人 不会是你的朋友 这句话我相信你听得很清楚 所以把这个礼拜的盘事给看完 上个礼拜我们预告了 这个礼拜是上涨的第13周 对不对 那以技术形态上面来看 今天加权指数在早盘 创波段新高 9101点 这个是符合技术分析的 第13周创高 那么如果你是喜欢用隔周算的人 今天其实是上涨的第12个礼拜 那我常常强调 其实不管是 第12个礼拜或者是第13个礼拜 你必须要把结构给看对 会不会在费事悉数的时间做转折 各位投资朋友 我们讲穿了 就是看涨什么 可以看涨什么 所以我今天回过头来看 上个礼拜我们讲 如果在独强台积电价大力光 是警讯 它不是机会 其实一个礼拜过去了 如果这个礼拜 你去做一些比较投机型的中小型股 像游戏类股里面比较低机器的 这三天有的非常强悍 像网龙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是买到你认为的机优生 接下来苹果要发心机 营收准备起来 法人可能回头买的 譬如说像可成 譬如说像凯胜 那么你今天应该觉得很失望 大阪创新高 不关你的事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盘面看完 这个礼拜是上涨的第13周 按照我所算的 我是认为是第13周 那量缩创高的情况之下 基本上本周是无关胜负 重点是在于说 当外资爱台湾 一路往上买的过程里面 我还是强调要看筹码 是谁在卖 卖筹码给外资 既然苹果概念股的股价 已经先跌下来 现在公布营收也是跌 那我请问你 如果台股它往上走的过程 就好像我们在赛跑一样 如果我们是一个接力赛 应该是一棒接一棒 对不对 才能够把整个 马拉松 或者是整个比赛给完成 可是问题是 如果十棒里面 就只有两棒最强 那么第一棒跟最后一棒 第一棒一直跑一直跑 后面中击接棒的人 通通是跑不够快 那即使你最后一棒也是最强的 你能够赢得整个比赛吗 我相信很难嘛 对不对 所以我说台股目前的窘境在哪里 当涨到第55天的时候 意思是一样 量能没有接上来 你指数在高档量能没接上来 这个就是败笔了 不是吗 后面跳空往下走 我说过空方缺口三天补 代表什么意义 代表多方还有继续做防守 那如果没有补 代表就直接下来 就直接下来 所以昨天是第二天 那么今天 他把空方缺口给回补 OK没有问题 他还是一个多方控制指数的格局 但是问题是 现在台股的主要的隐忧在哪里 尤其是最近你看到报纸 今天的苹果日报等一下拿给你看 苹果光能不能照亮电子 如果能 台股的成交量不会长成这个样子 但是如果不能 那就表示说 短线上面 外资针对指数 他还是非常的care 想要做多 因为毕竟他在9000点买了1000亿 总得有一个表现 对不对 但是如果就结构上面来看 各位投资朋友 我要讲到你的股票了 你的股票如果今天台股创高 它是默默在破底 那你的感觉会是怎么样 所以我一直强调的是 指数对我来讲 你要看到立即性的转折 除非是带量 否则 就是高涨震荡整理 但是结构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谈到电子指数 我之前谈过 我说第五波的上涨过程里面 量缩去挑战反压 基本上是很难过关的 那么这个礼拜 电子指数当然受惠于台积电 大力光创高 再创一个短高点 可是有没有把量能放大 还是没有啊 所以很多人问我 学老师为什么指数这么强 可是个股为什么这么弱 我就告诉你嘛 电子指数来这边挑战反压 基本上你只要看两档股票 台积电跟大力光 可是问题是 独强台积电加大力光 衰退的苹果业绩 才是整个结构跟散户的危机啊 我讲白了 有多少人 投资朋友你在看电视 你愿意曾经出手 我讲愿意曾经出手就好了 去买过台积电加大力光 没有嘛对不对 所以外资在互盘指数 我认为这是对你来讲是风险 因为指数没有大跌之前 你会去默默的买 或是认为说指数创高 我就去买跌升低基期的买 那事后证明 这两个礼拜下来 你不就通通套牢了吗 对不对 所以我在讲台积电独强 领先电视指数越过这个反压高点 甚至越过台股的万点 对不对 大力光也是 这个礼拜涨到3650块钱 从低档涨上来涨了一倍 涨了一倍喔 但是你看到这两档股票冲 我却只有看到 航空母舰已经起飞了 已经出航了 可是航空母舰上面 并没有战斗机 你只有航空母舰没有战斗机 你怎么打赢胜仗 这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 台湾的电子产业里面 就好像我今天看了一整天 我没有看到有人去念这一篇 很重要的新闻 但是这篇新闻却 关乎着我们台湾电子股的命脉 它是什么新闻 今天早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跑出来了 大陆IC超级国家队正式成军 那么中国高端晶片联盟 上个月成立 目标是要打造什么 架构晶片软体整机系统 讯息服务 不得了资讯服务 一条龙的什么 一条龙的整个半导体的产业 那我看完这一篇抬头 我就回想起我近期以来跟大家讲的 包含了昨天 我说当你看到联发科 上有高通 后有展讯 你夹在中间夹杀的过程里面 我上调我的营运目标 但是我的毛利率创新低 那我昨天给你的结论是什么 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崛起跟排挤 才是台湾电子最大的危机 对不对 结果你今天看到这一篇 我就有一个心得 台湾的电子业 这些半导体该何去何从 真的该何去何从 因为很多人在 目前看到盘面上面的时候 你不会去发现这个比较 属于结构性上面的严重性问题 就好像我们在讨论说 老年化 比如说我们在讨论年金的问题 这都是比较结构性长远的问题 但是你没有办法马上立刻看见 所以 我现在在告诉你的事情是 未来 股价永远会领先反应未来 就好像我过去一段时间 我不断的告诉你 我说苹果概念股 在大力光涨了一倍之后 7月15号涨停板那一天 我反而告诉你 如果这个真正是一个多头的族群 你会看到外资买完大力光 开始买凯胜 凯胜买完之后开始买可诚 可诚买之后开始买红主 红主买之后开始买红海 整冠就把它买上去 可是不是啊 这部外资指宗爱台积电 大力光 其他的苹果概念股 他们在默默的出货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警讯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 你的危机不在于指数 你的危机在于说 你买到的是 一个往下走 甚至会呈现衰退的产业 那这些已经印证在这个礼拜的股价上了 你说我做空 这个礼拜 我因为指数涨 我大赔吗 这是我空的股票 所以我要提醒你的事情是 你不要等到下个礼拜 你看第14周 台股真的在高档扯亮了 后面掉下来 你才觉得说 哇 这股票有问题了 而是从今天开始 你在6日期间 你把这个手中的股票减持过一遍 如果它发生我等一下说讲的几个迹象 那么我要请你 好好的趁着指数还在高档 做手中持股的调整 因为你在8月上旬把这动作做完 8月的下旬 你会很轻松 休息一下之后 我马上回来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堆分警觉 堆分自我保护 轴轮精细的刻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一纸救世间 千年每天 来回到牌面上面 现在台股创了波段新高 但是请注意 熊持续的在出没当中 指数创新高对于来讲 绝对是危机 不会是一个机会 苹果刚会被照亮电子 就我的观点来讲 如果以产业结构来看 当然苹果概念股 不管是投资朋友你喜欢 你有 或者是你经常关注的 他这段时间过去半年 走空的股票 比比皆是 但是过去半年 台股是走多 所以台股九千点 熊出没 你不想做空 我也请你先避开 因为这只熊 它是默默的在接近当中 默默的 等它开始张牙舞爪 那么到时候就是 血流成河 你所有看过的历史经验都是这样 高档的时候 哪里气氛不好 就像我看到今天这部报纸 来 外资很爱台湾 这波买了4000多亿 9000点之上买了1000多亿 当然爱台湾啊 对不对 但是他竟然告诉你 苹果供应链有利多 我看了我差点没晕倒 苹果肝链股有利多 他说啊 预期iPhone要出新机 所以要拉台台湾零主件 供应商的获利 想当然耳的事情 如果真的有这么大的利多 真的好的新机 这么大的市场 这么大的拉货槽 股价不会停在这里让你买 所以如果你问我 写这篇报纸的用意在哪里 我会告诉你一件事情 外资的眼中啊 苹果肝链股就是大力光加台积电 这两支而已 其他的都在卖 默默卖 偷偷卖 加码卖 一直卖 对不对 因为我肝链股怎么会有利多 红解科 7月营收意外下滑 一般 你新机要推出来之前就要开始拉货了 不会等到最后关头 我们现在接到多少订单 我们才开始下单 不可能 那我请问你 为什么Sky Wars 它公布的财报 跟宏杰克公布的财报 都是往下掉 一摔摔六成 跟去年相比 今天 凯胜Q2的EPS探底 所以当我看到那边报纸的时候 我头皮发 如果你真的信 它就很糟糕 外资爱台湾对 一直买 苹果供应店有利多 错 这些营收衰退 营收衰退 营业衰退 营业衰退 通通都衰退啊 那说徐老师下半年会好 不要忘了 热钱进来 新台币会升值 我已经再三的强调各位投资朋友 你要注意这些事情 这些是美港 可是问题是 从一开始我就告诉你 大方向不会变嘛 抢救苹果概念股 坏掉的苹果 你不要继续吃 从我切剥看空8840 到7999 我这个轴心从来没有变过 苹果概念股 我就是看保守 我就是看空 智慧型手机会PC化 不要跟趋势作对 讲短一点 你记不记得我在这天讲 大力光飙涨停那天 3425块钱 恭喜外资 波段大胜 可是我告诉你 你小心 不要去抢跌升反弹低基期的 苹果概念股 你开心两天 你会痛苦半年 7月15号 来 2474可乘 7月15号在哪里 有资某 有资某 8086宏捷克 来 7月15号在哪里 有资某 你开心两天 连两天都不到 我要告诉大家什么事情 危机它不是一天就发生的 它是慢慢慢慢累积起来的 股票最恐怖的事情是它盘跌 它不是几跌 最近 资金比较大的投资朋友 看到我在讲可诚 打掉建材的时候真的是 两行类 要怎么买那么多 我不知道那先生为什么要买那么多 还买两次 当然还来得及处理的时候 我就帮它处理掉 但是我强调一件事情 我说 真的 股价会说话 营收在后面 今天可诚还没公布 它的7月营收 但是我在之前就告诉过你 空投排列 这种大型股还会盘投 后面直接杀到哪里 200块钱 杀下来反弹 杀下来再反弹 我当时告诉过你 一波反弹 比一波低 比一波低 苹果不舔 你不要等外资气熟 好吗 我空可诚只是告诉你 连可诚都可以被我空下来 那我请问你 你其他手上的苹果概念股 该怎么办 台股现在供9000耶 不是跌到6000耶 是供9000耶 指数在这里 你的股价在这里 还准备破底 其实这样子讲 我相信很多人现在目光 不会停在空方这边 但是 我还是要很坦白地告诉你 我看到什么我就做什么 当危机 大于利润 我会选择危机这边 我会选择风险这边 因为我始终相信一件事情 我始终相信一件事情 股价涨得再高跌得再深 它永远都不会脱离 基本面的范畴 就像现在台股 我看到的一片的事情是 哇我们指数创新高 哇我们的电影指数创新高 但是我们的产业结构呢 却是严重的失衡 什么叫产业结构 当领导者这个team 这将军嘛 一直在往前冲 股价创新高的时候 后面的小兵 后面的副将 全部在挖苦 什么叫挖苦 股价跌营收衰退 那你问我 这个团队怎么打得赢账 当然打不赢啊 所以有些法人在卖的股票 我就希望你先避开啦 先锋 我空的时候40块半 跌下来我小补一半 你看 后面反弹上来我就再空 当天喔 我当天空 当他来到景线的时候 我告诉你 景线叫又多 请你不要摊平 你看 今天台股创新高 还有 有一些利多 已经发酵完毕了 之前我在讲 其实很多人在 看个股的时候 喜欢搭着题材走 那 我今天发现说 过去一段时间 尤其是在我们 新政府上任前的 产业之旅 或是上任之后的 发表所有的言论跟政策 我当然 站在一个分析师的立场 我有我的看法 那 我在8月2号讲过 小英产业之旅 生涯科在这里 5月26号 政府拼百日有感 要种店 股价在这里 现在在这里 连法人都套牢了 更何况法人没有买的 譬如说像郁金 今天台股创新高 它居然破底 破这三个月的低点 所以你不要在台股 9000点的时候 去买到空头的产业 有些股票 跟着最近的政治敌财 已经发酵完毕了 那我要请你 第一个避开 第二个 做放空的动作 这档股票 航台概念股 股价早就反应完毕利多了 高档爆量 小心破现多差多 手中的持股 呈现弱势的 需要调整的 欢迎你 利用这一波的 紧急召集令 跟我们线上注理座联络 我们明天见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們共产党超訪 神圣 神圣 神圣